大家好 我是善桂 欢迎来到素食好主意 我今天做牛饼吃 莲藕洗净去皮后切开 看看洞里面有没有泥 如果是有泥的话 就要洗干净泥 今次我买的莲藕也挺干净 洞里面全部都没有泥 接着就是要将莲藕磨成一种 大部分做莲藕饼的食谱 都是将莲藕切粒粒或切丝 我老爸以前做牛饼给我吃 就是这样磨溶的 我当然是 成为我家传统做磨溶的牛饼 磨好的牛饼有少少牛汁 我们要隔掉这些汁 我用牛汁来煮饭 不要浪费 如果各位是熬汤 都可以将牛汁加进去 都很多牛汁 留下少少牛汁在这里 这些拿去煮饭 接着加上其他材料 炸菜粒 炸菜我是用已经调好味的 即食炸菜的 本来一条条的 我自己将它再切碎些 还有芫茜 也是切碎了 一汤匙的鹰熟粉 一汤匙的鹰熟粉 两汤匙的面粉 大概半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糖 少少胡椒粉 我家里只有黑椒碎 所以我就用黑椒碎 把它拆均匀 我这次用的炸菜 是已经调了味的即食炸菜 一倒出来 已经闻到很香麻油味了 所以我没有再加麻油 如果各位用普通的炸菜 就可以再加少少麻油 在莲藕中 如果吃鸡蛋的朋友 就可以加一只蛋 因为蛋是有些黏性的 就可以不用加面粉 只加一些鹰熟粉 让它吃起来 口感滑一点就可以了 当做面包 等个莲藕中休息十分钟 休息完了 我的手洗得很干净 搓圆它 按扁 做整个圆饼形 手套 手和碟 我刚才也是 塗了少少油上去 防止它是黏着莲藕饼 搓圆圆 然后轻压扁 它变成一个圆饼 就可以了 放些莲藕饼 来煎一下 用小火来煎就可以了 莲藕饼已经用小火煎了大概五分钟 在旁边可以看到底部 已经开始变成金黄色了 那我就可以反起莲藕饼 煎下另一边 继续都是用小火来煎一下它 现在都闻到香味 有少少的芫茜味 还有即食榨菜那种麻油香味 另外这一边都煎了差不多有四分钟了 可以夹起它有得吃了 有点失望 原来用莲藕汁来煮饭 是会黏的 是会焦的 还要很黏的 加了莲藕汁的饭 烟烟韧韧 有少少是吃糯米饭的感觉 那些莲藕汁用来煲汤好 或者是用蒸饭的方法来煮好 切开了一个偶饼给各位看一下 里面就是这样的 吃到口感有点烟韧韧韧 如果各位喜欢的话 还可以加些金针菇 鲜冬菇 或者是其他的菇类 一起来做这个纯素煎牛饼 希望各位喜欢今晚的素菜煎牛饼 我继续吃饭了 下次再见 拜拜